中国科举制度自随朝创立之后,据说已经产生数百名的壮远狼。 如果要论这其中哪个壮远狼最倒霉,那么刘春林称第一的话,肯定没人敢称第二了。 刘春林和其他壮远狼一样,十年寒窗苦毒,好不容易金榜提名,高中壮远。 结果,还没来得及施展拳脚,清朝便匆匆地灭亡了。 那么,刘春林在接下来的民国时代又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呢? 下面带你详细了解这一段陈锋的过往历史。 刘春林,自润秦,河北肃宁县人。 他的父亲在宝丁知府衙门当差,母亲在知府家帮工作仆,家里经济并不富裕。 可是刘春林天资聪颖,学习又非常认真,还肯吃苦。 于是,刘春林的父母一咬牙,将他从老家的小乡村带到省会都市保定,并进到当地知名的连池书院求学。 而刘春林也并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,在连池书院刻苦求学,只盼有朝一日能够光宗耀祖。 就在光绪十六年,刘春林成功考上了修菜,接着又在光绪二十五年和二十八年接连考取拔贡和举人。 刘春林不仅书读得好,书法更是堪称一绝。 尤其是他的郑凯小子,在当时十分出名,许多人花重金求他的莫保。 在重举之前,刘春林给一位王爷超过佛经,而这份佛经刚好被王爷呈献给了慈禧过目。 慈禧一看,龙颜大悦则则称赞。 就在一九零四年,也就是光绪三十年,年仅三十二岁的刘春林成功获得电视资格。 那是一个春天,刘春林与二百七十三名考生走进了紫禁城,他们一起参与状元的角逐。 彼师的他并不知道,就在他们参考之后的次年,清廷宣布停止科举,推广学校。 从那一刻开始,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盛行千年的科举制度至此寿终正寝。 在电视结束之后,按照惯例,主考官把入选的试卷呈给慈禧。 这些试卷的排序可是有讲究的,一般按照主考官批改之后定出的名次排列。 在众多主考官的心目中,状元的人选则是一位叫朱汝珍的考生。 所以,呈给慈禧的第一份答卷,便是朱汝珍的答卷。 慈禧看到朱汝珍的试卷,文词畅顺,字迹清秀,心里很是喜欢。 可是一看落款,突然就变得很不高兴。 慈禧为何看到落款之后,就突然不高兴了呢? 原来因为早年不待见真妃的原因,让慈禧十分讨厌真这个字。 另一方面,则因为朱汝珍是广东人。 这让慈禧联想到康有为、孙中山这些逆党,因为他们统统也都是广东人。 在慈禧的偏见和有色眼镜里面,广东那边出来的大概率都不是什么忠臣。 因此慈禧越想越生气,于是想给朱汝珍当场来个不及格。 最终还是各个大臣极力阻止,害怕引发不好的社会舆论,慈禧这才作罢。 而当慈禧翻到第二份试卷的时候,他不禁舒展了眉头。 因为他第一眼便被卷纸上眷永的书法所深深地吸引。 笔画惊到了豪端,文采更是斐然,让人一看如沐春风。 他再一看落款的名字,刘春林,记着心里更是十分地欢喜。 原来,因为那一年大清刚好大旱,正期盼着天降一场春雨。 而刘春林这个名字,刚好有甘林浦将之意。 再加上,刘春林的老家在河北肃宁县。 肃宁二字又正好有肃敬安宁之意,这在乱世之中更是吉兆。 于是,慈禧马上大手一挥,将本市第二名的刘春林给升级成了壮远郎。 而倒了大梅的朱汝珍,被降级成了第二名的榜眼。 而第三名的炭花,则由广州驻房郑白旗商演刘霍德。 不得不说,刘春林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。 刘春林本以为是上天垂帘,接下来一心想要在官场大展身手, 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。 可是这一届状元高中之后,他没有第一时间被分配进入官场作馆。 因为就在当时,蜻蜓认为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已然不适合清朝的发展。 于是在刘春林高中之后,蜻蜓将他们送往日本学习先进的知识理论, 直到1907年才返回国内。 没想到的是,等刘春林等人学成归来, 清朝却已然走向腐朽与衰败。 刘春林虽然中了状元,可是在回国之后,却没有受到任何的重用。 最终只得了一个如同摆设的贤职。 他本想着,熬过最初的几年便有机会被调去一个掌管有实权的部门。 哪怕是偏远地方的父母官也能施展自己的报复。 但是接下来事态的发展,则打了刘春林一个措手不及。 就在1911年,武昌地区的一声炮响,让清宣统皇帝溥仪宣布了退位。 大清王朝就此匆匆灭亡。 刘春林自小熟读四书五经,在他的潜意识里,一直信奉天地君钦施。 可是如今连皇帝都没了。 就在一时之间,刘春林只感到心中的信念彻底崩溃。 他不知道自己今后该何去何从。 那一年,他才区区39岁的年级。 原本该在官场有藩作为的他,在进入民国时代之后,便躲进了窝居,终日读书吟诗,不问诗诗。 直到1914年,他才终于被邀请出世。 因为邀请他出山的不是旁人,而是刚刚复辟帝制之后的袁世凯。 在刘春林的印象里面,他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时候,袁世凯就曾奏请皇帝对他进行了举荐。 因此,刘春林还是十分感念袁世凯的。 而这一次,袁世凯邀请他出来站台,他自然不好意思拒绝,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。 只不过,刘春林这次出世,仍旧是没有太大的实权。 与其说,袁世凯重视刘春林的才华,倒不如说,更看重的是刘春林这个末代庄园的名号。 即便如此,刘春林当时能够享受到的待遇,还算不错。 可是好景不长,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的皇帝,便被迫退位,最终病死。 就在一时之间,各地军阀陷入了混战。 而手无腹肌之力的刘春林,亲眼目睹了当时内部争斗的场景之后,深感自己的武力。 最终选择辞去职务,闭门不出,只在家,专心研究自画。 接下来,就在1935年,清费地溥仪逃到了东北,复辟地址,因此急需招揽各地人才。 他想起了壮远郎,刘春林,于是邀请刘春林前去为他效力,并且许以了教育部部长的官职。 可是当刘春林在得知他们的来意之后,却断然拒绝了对方。 因为刘春林心里很清楚,溥仪和当时的袁世凯一样只是让他去撑个门面。 更重要的是,在刘春林的心里,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官员,怎么能跑到日本人手下,去做事卖命呢? 这是原则问题,他是断然不能接受的。 但是溥仪并不甘心,他再次让维满洲国的国务总理大臣郑孝虚第二次登门拜访,恳请他同意就职。 而且这一次,郑孝虚可谓是有备而来。 为了投其所好,郑孝虚先四处打听了解刘春林的习惯和爱好。 其中一人透露说刘状元痴迷品茶。 于是,郑孝虚特意跑到京城最出名的老字号茶庄,买了好几斤的极品茶叶, 然后才再次找到刘春林进行劝说。 而这一次,刘春林直接忍不住当场怒斥起了他。 今非昔日之君,臣非昔日之臣,岂能随辱而回我之欲? 刘春林刚刚说完不带郑孝虚说话,便把茶叶摔到郑孝虚的手中。 郑孝虚当场面红耳赤,尴尬异常,最终只能幸幸地离开。 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,刘春林一直待在北平,但却没有选择加入任何一股政治势力。 就在1937年,日本人攻占了北平,此时又有一个人找上门来。 这个人和刘春林是同一年考中的进士,名叫王一堂。 不同的是,日本人来了之后,王一堂马上攀附起了日本人,成为了令人不齿的汉奸。 这一次,王一堂想借着同窗之好,招揽刘春林为日本人卖命做事。 按照日本人的指示,可以许给刘春林北平市市长一职,这个职位可真不低。 于是王一堂志在必得,他兴冲冲地来给刘春林通报这个喜讯。 但是刘春林却对着王一堂催了一口痰,接着冷笑说道,当汉奸是不会有好下场的。 王一堂挨了一顿臭骂,最后气哄哄地离开了。 王一堂本就是小人,在受此奇耻大辱之后,他自然是不甘心忍气吞声的。 于是他勾结日本人,暗中调动势力抄了刘春林的家。 所有的家财都没了,多年的心血就这样被小人给抢走了。 曾经风光无限的壮远郎,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流落街头的乞丐。 即便如此,刘春林还是宁死不屈。 他大声怒斥道,您做华盖,不当汉奸。 庄园被抄家后,沦落为乞丐,这可是当时的特大新闻。 民众在听闻之后,议论纷纷,不少报纸也刊登此事,谴责王一堂。 在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之下,王一堂只好把房子还给了刘春林,并且返还了部分抄走的财物。 晚年的刘春林虽然生活潦倒,经济拮据,但他却始终坚守本心。 为了生存,刘春林坚持以写字卖文赚取生活费用。 就在七七事变之后,北京街头不断涌现出日本的商店。 其中不少铺面的招牌题字都是请的当地名人或书法家所提。 但是,没有一个日本商店的牌匾是刘春林写的。 因为,他拒绝为日本人提牌匾。 就比如说,其中就有一名日本商人,慕名,找到刘春林的府上,想请他为自己的饭店东亚楼饭庄提个字。 可是刘春林一听,他是日本人。 二话不说,直接将他给撵了出去。 后来这种不请自来的日本人都不胜数,但是统统都吃了闭门羹。 刘春林实在是太不给日本人面子了,因此,日本人一直对他十分不满。 不能为我所用,不如毁之。 于是日本人屡屡出手打压,打算杀害刘春林。 幸运的是,这一次刘春林获得了社会各界人士的救助,最终侥幸逃脱。 但是经此变故,刘春林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。 就在1942年1月18日,刘春林病逝于北京,终年72岁。 这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的壮远郎,就这样刚正不恶地走完了充满坎坷的一生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